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多谢大家收看 这条片是为了HIFI发烧台超过5000订阅而拍 在这里再次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还没订阅, 就要快点订阅 因为有机会有奖品 大家看到这条片头和以往不同了 为了超过5000订阅后, 给予新鲜感给大家 我正式开始拍有关音响的影片放上youtube 大约是年半时间 对于我来说, 要做这件事是相当难的 因为我连拍照都不太懂 现在还要拍片和剪片 我都是一路拍一路学 我猜大家都有看过我早前的影片 应该都会看到现在有少少进步 当然啦, 今天为止, 这些是好业余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大家不妨给一些意见 在youtube世界里面 粤语和广东话是少数派 而且在音响内容来说 是更加少数之中的少数 所以要做一个广东话音响的视频 是相当之困难的 如果没有大家支持和鼓励 实在很难做下去 有朋友问到 你连拍照都不懂 还怎么学人拍片 我最初拍这些片 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家货 因为我经常会去到不同法师家 做一些家货 既然去到家货 不如拍一些片 还有很多朋友都很难 招呼所有的法师家 我拍一些片 等大家都去看看 也可以看到不同法师家的玩法 和玩的经验 可以让大家知道多些 我觉得更加好玩 我同时也是在音响技术的 雜誌里面写稿 我自然有很多机会 接触到不同器材 所以就想到 不如拍一些片 给大家看看 可以分享不同器材 大家一定会很有兴趣 还有我玩音响 都玩了三十年 虽然好像玩了很久 不过是二次年之前 我是什么都不懂 是连什么叫好声 都未分得清 还有那时花了很多冤枉痴 直到二次年之后 在互联网开始流行 所以我们透过互联网 认识了很多前辈和后好 像教父高 放大后 大草哥等等 这些都是自千年之后才认识的 有他们分享了经验 我才开始懂得分 什么叫好声 之后才知道 声音的标准 我们开始知道 如何去调教自己的音响 令自己玩出自己喜欢的声音 以及直接找到自己喜欢的器材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我就想把 以过我玩音响的经验 和大家分享 让大家不要像我以前那样 花了很多无谓钱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用文字表达 是很难全程达意 所以既然见到这个YouTube平台 所以我就尝试一下 用这些影片和大家分享 让大家可以很容易理解到我的意思 所以除了在Facebook用文字之外 我就开始在YouTube分享一些影片 当然就好像我之前所说 我拍片和剪片 其实完全是一个错误的 所以拍出来的那些影片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还有做一个粤语的频道 是相当之难的 一定要有大家的支持 让我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 最后之前说了 有五千订阅 我会搞一个有像分答游戏 我当然没有忘记 不过因为制作影片都要放很多时间 所以大家就等一等 我今次就先给大家看一看那份奖品 因为上次听到很贵的大例 那份奖品 其实就是一套ERC黑胶 这套黑胶 如果在香港买 差不多要买四千元 我想那些朋友都听到我这样说 一定会觉得 为什么黑胶会卖得这么不贵 其实呢 之后我拍的抽奖游戏 其实就是说到 这套ERC黑胶有一个不贵的 那在这里呢 最后呢 我也要多谢信昌唱片 送出这份厚的奖品给大家 而信昌唱片的门线就是在这里 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留意我的视频 可能到时呢 我会有一个抽奖游戏 大家一定要参加 好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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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